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在非凡商业台播出的非凡股市周报 经过了过去这一周 震撼教育上冲下写 黑色星期四 台股大跌了660点之后 礼拜五迎来了一个200点的反弹 重新站回了破的万点之上 而在这里 明天礼拜一要开盘了 问题就来了 礼拜一还能够延续台股的涨势吗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一波的下沙到底有没有把台股的多头给跌坏呢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三位重量级的分析师 首先来邀请的是你是操盘高手戴新明 你好 主持人小玉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所以开场开中迷先请戴大哥来帮我们给一个结论 到底台股万点 礼拜五谈回去守住了吗 是的 我们星期五上涨了 前天涨了239点 那整个周K线留下了300点的下影线 虽然出现长黑 但是明天开始还是有机会再往上攻 这短线会面临到一些强短的卖压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期货盘也止跌走向往上反弹 所以明天甚至我们未来一个礼拜 这个团社会往上反弹 弹到什么点呢 待会一个压力点 卖个关子跟大家说 但是回到万点之上会来回震大 不至于说再跌破 因为距离万点 这个点数很近 可能会破 来回来回 不至于再往下刹 因为这一波 从高点下刹到星期五的低点 9740点总共跌了1300点 1300点我们算反弹算是30%好了 也反弹4500点 所以反弹的空间还是有 只是说选什么个股来操作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盘市有机会反弹之后来回震大 这是最有可能的 当然中期上面还有变数 什么样变数 待会跟大家做说明 好 反弹起来到哪里会遇到第一个压力区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陈杰瑞 杰瑞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杰瑞你怎么看这根黑K棒又红K呢 我想上个礼拜台股上冲下息 不过10月11号那根长黑K 我认为说这个其实应该算是 整个空头的一个起点 而不是终点 所以当然短线起点融资大减 当然这个下个礼拜台股或许会有反弹 可是要谈过10月11号的高点10272 我觉得难度是蛮高的 所以我认为说下个礼拜 其实台股大概就是在1万点附近来回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不过就整个第四季我是看得比较保守 因为目前美国的科技股是转弱的 那这个美中贸易战又是持续的这个越演越热 所以我认为说整个第四季 甚至选举完之后 我觉得不排除会去测到8000多点的一个这个位置 所以我这边是看得比较保守一点 好 所以下档空间真的还有可能会来再回测万点吗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李冠青 李分析师 冠青你好 小玉你好 好 那冠青也要来帮我们看一下 到底台北股市在经过了这样的震撼教育之后 刚才说有可能反弹 但是上档的压力 如果要再会下跌这个区间 您的预测呢 我想真的是反弹机会很大 因为毕竟在104年的8月24日 就是这一波的应该说 这个之前的上一个空头 大概大概来到7203点左右 当时也是出现一个融资大减 大概减了170亿 跟这个昨天大概差了将近1亿元 可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指数 从7203是一路的反弹到8857点 那会不会重演这样的历史呢 说真的我们并没有把握 因为现在说真的是 国际间的变数是很大很大的 尤其像美国跟中国 目前没有一方愿意给对方台阶下 甚至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入股 今天中国大陆股是很有趣 盘中V型反转 可是能够转到什么程度 目前为止也不过连1%都涨不到 所以如果说入股还是这么皮弱 甚至美股反而在科技股领跌之下 还在下跌的话 我想这反弹或许这个幅度 可能就小了一点 好 跌600多点 涨200多点 算是一个强力反弹吗 还是弱势反弹啊 戴大哥 算是从星期五的低点弹起来 算是强劲反弹 你看台积电跌升 一拉就涨了这个8块钱 对不对 大家看台积电慢慢要补这个缺口 所以如果有机会就往上 但是呢 直接往上攻的机会不是很大 我们先看这个大盘K线 因为这一波刚刚讲过 从这个高点 这个点杀下来到这个下影线 9740 跌了1322点 我们算 所以如果跌下来1300点 那反弹呢 你刚才讲说反弹上面的压力 我们算比较乘以30%好了 算弹400点 这个压力 刚刚九月兄提到 大概就在这边 这个缺口的下渊 9740加 对 10250 这个缺口的下渊 你除非有大力多再往上走 因为你看这个239点 再加200点 就正好攻到这边 那不就明天 后天 不会那么快 星期一明天的这个盘市呢 不会再往上攻200点 因为星期一的盘市呢 会遭遇到 在星期五很多强短的买盘 会受到一些阻力 一些压力 但是还是有机会收红 明天再谈 最后可能会有短线的卖压 对 会有短线的获利卖压 会来回做震荡 这根据往年 你跌很深 很多跌生强反弹 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到的说 美股暴跌 那因为这个因素 大家就晓得 我们就不赘述了 因为亚股 欧股都得了 尤其刚刚冠青兄提到 路股很弱 很惨 往下掉 弹得好像有点滑 对 弹得有点 还很虚弱 但为什么 就是大家 美国担心升息 大家注意我讲 担心 美国人是担心升息 十年公在殖利率 往上走 担心紧缩支援 但其实 真正问题是在 美国股市的本益比 平均本益比偏高 涨太多了 过度反应了 对 以往从川普上台以后 你看涨到两万 道琼涨到两万六千点 道琼的平均本益比 就到二十多倍 那斯达克的本益比 更高达三四十倍 所以科技股这一波 跌得比较秀 对 跌得比较秀 一拉回 变成本益比很高 兼不起风吹草动 下 一杀就杀下来 好 再来 我们现在技术面跟大家提起来 我们就观察美股怎么观察 待会我们绣图 道琼是不是守住两万五千点 还有一个 或是说两万五千点不守 还是往下掉 两万四千点 严格讲 它这两万五 两万四 还是很高 对啊 还是在万点之上 也以这个比较平均本益比来算的话 美国股市合理的指数 道琼应该是在一万五到两万点 一万五到两万 所以现在两万四 两万五 还算是偏高 对 都还算是历史的偏高点 所以我们从技术形态来看 整理还有可能吗 对 这个是两万五 另外一个两万四 两万四是在这边 对 差不多前一波期上 所以我们短期 未来一两个月再看这个 那如何决定道琼会往下掉 还是往上谈 就是刚刚讲的 11月6号 美国国会的其中大选 那他们是不是 共和党能不能胜利 可是选举之前 川普为了要拼选举 不就纷争更多 美中的贸易战大家更担心吗 对 他一直打中国 一直打中国为了获取选票 好 我们很快看 在纳斯达克 失守年限7388 7200点是不是能守住 大家赶快看一下 这个你看 纳斯达克 对 你看 年限跌破了 那7200点这边整数官 能不能守住 纳斯达克从8100掉下来 也掉得蛮深的 对 那我们直接看废城半导体 废城半导体 这是叠得很凶 它的走势跟我们台股一模一样 大家没看到 好多头就一摔下来 跟我们台股一摔下来 前面底都看不到 对 本来是底底变头 它走势跟我们台股的指数 有没有很像 很像 所以这个废城半导体 能不能守住 1200点 这个整数的 对 大家观众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细细细注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单元 跟大家报告 非常重要的 不单是我们 这个美国指数的 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 股市能不能往上走 还牵涉到的重要因素 财报周进入了 支不支撑得住 对 就财报周有好消息 就可以往上拉 你看 S&P500企业 平均 他们预估 把营收比去年成长 将近7% 获利将近成长20% 金融股获利也不错 成长34% 所以陆陆续续的财报 是不是能把美股 往上再淡一波 这个是很重要的变数 好 接下来 除了美股财报之外 我们看到我们台股 台积电公布业绩不错 公布之后往下塞 后来又往上拉 你看949亿 月成长4.25% 那年成长7.16% 也不错 红海也不错 红海一直到前天星期五 才拉伸起来 涨到1块8 红海杀到70.6元 不知道伤了多少的 投资人的心 90块100块110 对 你看红海 5849亿 9月营收不错 年成长将近30% 月成长也不错 只有大力光 我们看这往下 大力光 9月份55亿 略略的成长 年成长1.38% 月成长不到1% 可是大家都比较担心 10月份比较担心 接下来 对你看 星期四的时候 大力光达到跌停板 星期五拉伸起来涨跌板 所以剧烈震荡 大家看到 往下跌停 往上震荡 应该有机会在这边震荡做底 只要台积电跟大力光没有再重挫的话 我们台股指数应该不容易再重挫 好 所以大盘指数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带总化的区间 上档您刚才谈到下档这个反压 就是上面 对 那这边为什么有手呢 好 很快看我的字幕 有玄机的 玄机 你看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不是跌了600多点 长黑跌破颈线 10500点 这是我自己算的 不是跟那个金管华主委有串通 他也是说10500点 他可能是看了你的节目 不晓得 巧合 跌幅满足点 颈线 我们从高点 11261 跌破颈线 满足点在9739 所以有撑 对 星期五的低点 往下刹 9740 差一点 那么准 加钱指数来 5年线我们再刹再刹 9500点 10年线8500点 都有撑 但是不会刹到那么深 为什么 你没有大利空 为什么 这次美国跌的就是担心 worry worry about 还没有成真 对 担心这个FED升息 担心公债殖利率往上 担心这个资金收缩 所以好 你看指数往下跌的时候 你看 对10-20的复乖率 大家看 复乖率越大的时候都反弹 但这个数值是 在跌到9740时候的数值 我算出来的 但是都已经开始往上反弹 所以我们归结一个重点 就是在明天开盘有机会开高 但是不追高 因为美国股市也开始反弹 所以来回震荡 我觉得在1万点上下来回震荡的 这个短期的现象 可能性是最大的这样子 好 上个礼拜四 这个黑色星期四大跌了660点 股民伤心 可是空手的可期待了 如果在这里真的有些只有的好股票 能不能够慢慢的来挑选呢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追踪 curious 节目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